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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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這麼多 去去路裡 永遠都沒 帶你的腳步 永遠安穿路 近驚打草 萬驚踏步 不知道路好 近驚 愛戴著主帝這麼辛苦 總是又沒你的心痛 愛問問答應好 近驚 感情讓主帝就恐怖 近驚 忍中 天有無路 到底愛君地去逃 隨人是等過 也是感過好 風風點點倒倒 怕人無犯無路 愛你的一條路 近驚 愛戴著主帝這麼辛苦 總是又沒你的心痛 愛問答應好 近驚 感情讓主帝就恐怖 近驚 忍中 天有無路 到底愛君地去逃 隨人是等過 也是感過好 風風點點倒倒 怕人無犯無路 愛你的一條路 風風點點倒倒 怕人無犯無路 愛你的一條路 小州不需要打翻臉 那個人不是 妳告訴我就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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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ning 一定要提到好像原來的職業 蛋死實在說 我會想自我 經濟年人有 site 你放心, 含氧, 都是一等一, 你放心 姐, 怎麼了? 如果照你說的那麼好, 我怎麼配得上? 可以啦, 如果配不上, 我怎麼會介紹給你呢? 好吧, 那我就決定留下來, 再也不回去了 你說阿吞會回來啊, 我是不相信, 如果他會回來的話, 那他只是跟你鬧著玩的咯 那他盡可以打個電話, 或是給你點暗示, 他不會走得這麼無情啊 你不懂得女人, 如果她心裡有你, 那她只是做做樣子, 她不會真走啊, 她真走了, 就是不要你了, 別在那傻等了 是要知道她心裡有個生命是什麼 會回來的啦, 你不了解他, 他的脾氣啊, 跟颱風一樣, 過去就好了 萬一他要是不回來, 你不是兩頭落空了? 那我到哪兒去想報孫子呢? 不會的啦, 我相信阿吞一定會回來的 她不過是跟我鬧個小臉扭, 沒你想那麼嚴重的 你最多等他半个月 如果他不回来的话 我就替你把乡长女儿的婚事给定下来 这飞机票那么贵 我又坐得不舒服 干嘛让我坐飞机呢 坐车坐船时间太长了 也太累了 何必呢 我讲的话你可要记得 我们张家不能从你这一带 就断了香烟 到哪里去啊 为什么会在这里转弯啊 他就在前面那家台湾修车厂做事 那他是经理还是老板啊 那他是经理还是老板啊 你去了 看了就知道 没有车了 可以走了 我走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怎麼那麼早就來了 我們不是約好了十點 可是我姐姐見你嘛 那怎麼辦呢 我一點都沒有準備啊 沒關係見個面再說 搞什麼鬼嘛 怎麼那麼久 怎麼那麼久 哎 人跑到哪裡去了 走啦走啦 沒有關係啦 不要啦 我總要換個衣服這樣不好看了 可以啦無所謂啦 見 這就是簡大衛簡博師 這是我姐姐 對不起尤小姐 不知道你這麼早來 真不好意思 這地方不方便招待你 啊囉 回去了 姐 我會覺得它有什麼事 我也要去 你可不得去 我不是很強 我們去 你再去 你試試試試看 我可以做 我怕我們有幾三天 你怎麼會這樣 你要去 你這星人 到底怎么回事了 你说他念了两个博士 博士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不奇怪 在这里大家都这样子 在我们那里 博士很大 很受尊敬的 在这里因为博士太多 工作机会又很难等 在没有接到大公司聘书之前 都是随便弄件事情做做 解决现实生活 因为博士要吃饭 混成这样 为什么不回台湾去 回台湾 那怎么行 为什么不行 回台湾要给人笑 笑说在外国混不下去了 多没面子啊 在这里随便做什么 没有人看到 那他这个样子 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啊 不管多少 生活绝对没有问题啊 那你将来会不会像他那样子啊 很难说 这不是他不行 也不是我不行 现在加拿大美国 不仅起码有什么办法呢 全国都在裁员 裁掉都是硕士博士 你以前怎么都没跟我说啊 说了有什么用 说了反而更泄气嘛 在我们那边啊 都认为把小孩子送出去念个博士硕士 回来就可以当个什么经理啊 总经理啊 至少也可以选个议员啊 什么立法委员的 结果念到博士在这里做那个 比我都爱不如了 你叫我回去跟人家讲 人家都不敢把小孩子 送出来念书了啦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样 我不管啦 反正那种博士我不要 你要那种博士 现在早就绝种咯 绝种就绝种啦 我又不是一定要嫁给博士 老师老师 不是啊 老师今天心情好像不大对劲哦 没有啊 很正常啊 才不正常嘞 刚才上补食课 你不断地看手表 对啊 一共看了手表 看了十二次 你们不用心补习 一直在注意我的动作 没有办法啊 因为你的情绪和动作 太反常咯 好了 我没有时间啦 我中午没便当吃 我饿死了 我得赶快去烧饭了 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我了解了 我也了解了 阿琼姐和老师闹翻了 所以她要赶着回去烧饭 我来 我来 就好了 你也走 我去拿我开发 多多 不用 忍一下 老師 你看算了 不要煮了 我們到巷口麵攤去吃了 不用了 我會煮 很快就可以吃了 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吧 那你坐著休息 我弄好教你 老師 老師你沒有忙了 你看現成的 馬上就可以吃了 對啊 還有豆干 海帶 水絲還有肉羹 對 我進去看看有沒有燒飯 燒飯很快 來 老師 請你坐下來休息 三十分鐘後來就可以開飯了 老師 我們可不可以講話 當然可以講話了 老師 一定是你太酷了 所以阿淳琴才生氣 跑到家裡大去的 天心你幹嘛 哪壺不開你聽哪壺 我那也知道哪壺不開嘛 好啊 原來你們三個是不安好心 說是來幫老師煮飯 其實是來求老師的 不是啦 老師我們是看你心情不大好 所以來陪你聊聊天姐們的 對對對 我們還是來幫老師煮飯的 嗯 老師怎麼樣 這段飯的味道如何 比起阿淳姐誰煮的比較好吃啊 嗯 各有千秋 你們煮的嘛也不錯 老師 你是不是跟阿淳姐吵架 沒有啊 有啦 吵架就吵架有什麽關係 我們又不會笑老師 對啊 我們事關心你和阿淳姐吵得嚴不嚴重 有沒有挽回的餘地啊 嗯 這個嗎 這要看老師所辦的錯囉 是不是可以得到阿淳姐的原諒 如果是因為感情不專被抓到啊 那就不令人挽回囉 文綺你說對不對啊 老師才不會做那種事咧 你別加入天降好不好 對嘛 天心你耍詐 一直想把老師抹黑 老師除了阿淳姐還會有誰啊 對不對啊老師 哦 老師你笑得很曖昧哦 說不定還有什麽秘沒有被我們發現 嗯 所以說到好這無風不起浪 阿淳姐一定把什麽老師秘密給揭穿了 對不對 天心你不要瞎編故事亂在張 老師的形象都被你破壞光了 你知道嗎 這麼笨 我摸阿輝不就真相大白了嗎 別問我 我可什麽都不知道 阿輝 你怎麽能不知道呢 我們煮的飯你都吃了 你有沒有聽過啊 天下沒有白吃的晚餐哦 你想白吃我們做的晚餐 是不是啊 欸你不要強能鼠男嘛 阿輝夾在老師跟姐姐之間 他能說什麽嘛 阿輝還是小孩子 未滿十八歲 兒童不一樣 好了啦天心 你呀就放他一碼吧 對不起嘛老師 可是我的出發點是為老師幸福著想啊 所以我想給老師一個嚴肅的建議 什麼建議啊 明天老師去買一張機票 馬上就要加拿大去 繞著地球法 把阿輝也接回來 怎麼樣 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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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現在是晚上八點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吃飯 活該了 我幹嘛管他們有沒有飯吃 可是不吃不行啊 小弟那麼瘦 姐 我带你去餐餐吃飯 阿龍 我想回台灣 才來就要回去 是不是又想那張老師 我才不想他呢 我擔心的是阿輝 沒有人弄飯給他吃 阿輝都已經高二了 應該讓他學學自立 不要客戶得太緊 將來變成溫室裡的花 他太瘦弱了 再吃不好 哪有體力電書考大學 阿輝 你自己有收入啊 你也要吃飯啊 走吧 我們去吃飯 阿淳小姐 阿淳小姐 對不起 你們來我那裡的時候 我來不及招待你們 等等我請你們到銀湖去吃飯 好不好 姐 銀湖的螃蟹最好吃了 離這裡又近 謝謝 我不吃螃蟹 不吃螃蟹沒關係 我們可以吃別的東西 這裡的乳哥也很好 我對乳哥也沒興趣 姐 你就沉心深夜 讓大衛請一頓嘛 你們還沒有正式認識 等你認識他以後 你會覺得大衛很有男性魅力的 我知道 我看得出來 可是我們現在要出去辦點事嘛 你先跟他講 我們下次好了 不要這樣嘛 你要辦什麼事 我會替你辦得好好的 我要親自替小弟 買點東西帶回去 這樣總可以吧 好吧 可以可以 不要緊 不要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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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淳小姐 對不起 對不起 貝比 對不起啊 請你原諒我姐姐 她是個老處女 你剛才說我什麼 沒有啊 沒有啊 什麼鬼地方嘛 博士有什麼了不起 你還在她面前說我的壞話 你幫我訂飛機票 我馬上要回台灣去 我後來隨便 但是我家經常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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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我沒辦法如果想想想想想想想 老师,我们来就行了,你去休息吧 等我们收拾好了,再帮你泡壶热茶 好好好 小孩子上楼看书去 厨房里的事是我们女生的专利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文静姐,我可不可以问你一句话 什么话你问啊 问啊 男孩子怎么比我们女孩子还扭扭捏捏的 梦梦怎么样 你们有没有她在台北的消息 哎哟,你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她 她的连载小说和文章写得很好 我想再读 可惜她不写了 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凭联考啊 好像没有耶 她现在没有上学去了 她做的事情让你永远都猜不到 她现在好像去一个南太平洋上一个小岛去了 她去那里干什么? 不太清楚 好像跟一个男孩子在一起 她有什么理由放弃大学联考 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她疯了啊 也许理由很简单啊 她爱上了一个男人了 详细情形 也许过些时候 她会写成小说发表出来啊 嗯 好啦,好啦,你不要妨碍我们工作了啦 上去,上去看书 伯母好 好好好 伯母好 都在这儿 那么热闹,才聚餐呢 不是,阿春姐不在 我们帮忙煮饭 伯母好 还好 是你一个人在厨房忙 不是 天心是大厨 我和文婧是二厨 弄得乱七八糟的 不收拾好 等阿春姐回来 可要骂人了 阿春到哪儿去了? 她大概跟我们老师发脾气 跑到家大去了 真的? 那老师呢? 音音啊 我我啊 好啦,谢谢你们啦 这顿饭浪费太多时间了 茶油不用泡了 赶快回去用工吧 走吧 好 老师,那我们走了 好 早就走了 再见 再见 小心走啊 有事吗? 我就是怕阿春误会 所以过来看看 没想到他这么冲动 跑得这么远 那你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去趟加拿大 亲自跟他解释一下 把他接回来 他说他弟弟给他介绍了 结婚对象 我去到那边 说不定他已经跟人家结婚了 真是没想到 事情会弄得那么严重 算了 竹翔的事情已经够你烦的了 这事你就别管了 文华 那你看 要不要我去跟阿春解释一下呢 不用了啦 他人在加拿大 你跑得那么远去跟他说啊 好吧 回去吧 别管这事 喂 妈 文华 阿春怎么样 有没有消息啊 妈 你也太着急了嘛 过几天再说好不好 哎呀 我打电话给你啊 就是告诉你 不要在那傻等了啦 阿春要是不回来 干脆回澎湖来订婚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等个一两个礼拜看看 现在期限还没到嘛 如果到时候他不回来 那我就照约定回去订婚嘛 你怎么办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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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急 我急着抱孙子 你知道吧 嗯 齊大嫂 你你斗的说话 没什么好快 哎呀 谢谢你啊 对了 这个电话费啊 等到月底 帐单来了以后 我一起付给你 帐单来了以后 小瓜啊 准人家高啦 应该的嘛 不好意思啊 还经常来打扰你 喂啦 老婆, 我跟你說, 平常找我幾十八年 在討論文化的事情 我也希望文化能跟鄉長的女兒結婚 可是她... 文化的那三十兩年 是不是在這四年以前的初戀的女兒呢? 這... 那這文化還是忘了你 文化的事情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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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人今天認識你 白龍陽 中離 Isso 帥氣 這夜色多美啊 美是你 就是有點兒淒涼 我知道 那是你心情的關係 因為我們相愛 而你爸爸拼命地阻擾 所以你的心情一直沒辦法平靜 我剛才出來的時候 還是趁著我爸睡著的時候溜出來 我還真擔心 等我回去的時候 他萬一要是醒了我怎麼辦呢 不要緊 天亮的時候 也許我們就在一艘船上了 就像遠遠那條船一樣 從此我們就天涯海角 再也不用分開了 你今天晚上真的是要帶我一起自奔嗎 對啊 我行李都帶來了 你怎麼什麼都沒有帶 難道你還沒有下決心要跟我一起走 我是真的很想跟你一起走 不是 不是我 我就知道你會後悔 你對我還不夠信任 你對我的愛不夠堅定 你走了 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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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這樣子 你聽我說 我不要聽我不要聽 文華 你好殘酷好自私 為了得到我 你不許地眼睜睜看我爸爸為我們事情氣死嗎 可現在是 что ミュe 可以 別人 等一下 別人 我們 你們 pretending 找到我 我 小 Hastете 曾經 但是 不能 你為甚麼不說他自私? 你為甚麼不說他自私? 你為甚麼不說他寧願讓你離開我? 眼睛真的要看著我去死? 我就那麼賤,我就那麼不值錢啊 是我爸沒有錯 愛他的女兒,怕他的女兒吃飯 怕他的女兒沒有幸福 我爸拼命的跟別作動 這道理很單純 保護他的女兒 你沒有資格恨 你... 你既然同意他逼你離開我是對的 那... 你為甚麼還要虛心假意敷衍我? 你為甚麼還要騙我?答應要跟我私奔? 你今天晚上到這兒來幹嗎? 你走好了 回去守著你爸爸,守他一輩子 快走 你一時百瓶連福 你回去找吧 你會怎麼講 你等一下 請你原諒,我跟我爸爸 你今天不跟我走 我永遠都不會原諒你 你也不要走,好不好? 你也不要走,好不好? 請你原諒,我跟我爸爸 我不走,你要我留著繼續受你爸爸的侮辱 你要我看著你爸爸為你找一個有錢有勢的婆家 你要我像一條狗一樣,活活被你身邊的男人去死 你怎麼能這樣說呢? 那我要怎麼說嘛 你可以麻煩徒刑,你可以用功讀書嘛 你只要大學畢業,我爸對林鄉自然有所改觀 你要跟我在一起,你總要有一點耐心 讓人家覺得你有科學之處 我不敢 今晚你要下不了決心跟我走 我們就沒有明天 你怎麼走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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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走 我愛你 exchanges 毛涛 你不要光是冲动 光是发脾气嘛 你聽聽我的話好不好呢 你的家境不好 這也不是你的錯 你的委屈 這些我了解 你只好好的念個高中 考一個像樣的大學 再念個學位 將來再找一份好的工作 你的家境 自然會慢慢有所改善的嘛 我相信 你只要人可努力 不會窮一輩子苦一輩子的 是不是 這些話你跟你爸爸都說過一百遍 我也跟你爸爸說過 而且我還發過誓 我一定做得到嘛 可是你爸爸根本不去啊 他用一種很侮辱的口氣 叫我死心 叫我不要夢想 叫我不要白費力氣 就算將來我做到了 他也不會讓你嫁給我 他就是過於刺激你啊 他知道你做不到 如果你是真的做到的話 我相信他不會像今天這麼堅持 他一定會讓步的 不要 我的心我的自尊 已經被他傷得很厲害了 我不要向他妥協 我也不要向他低頭 他要我變成什麼樣子 我偏偏就不要 我對他只有一個恨子 你也太不講理了 你的家境不好 那也是你今天沒有足以讓他可以信任的地方啊 你衝動 浮躁 這些又不是他害你的 我也說過了 天下的父母 只有不為自己的兒女終身幸福著想 也沒有父母 看著自己的兒女踏出了錯誤的腳步 不加以阻止 不加以保護的 你的意思是說 我會跟你帶來不信 我會毀掉你 你很同意你爸爸的做法了 文華 你看你又來了 你想不想理嗎 我如果真的有這種想法 那我何必苦苦地跟你在一起 還苦苦地跟你說個情緒話呢 既然你不想跟我走 談再多也是多餘的了 你 你這是王妃我對你的苦心 文華 就算今天晚上 我不跟你走 那也不表示說 我不愛你 我們有無數的明天 我們可以努力來改變我們周圍的環境 就算我跟你走了 以後 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可能比現在還要多還要苦呢 只要走出你爸爸的陰影 隨便到哪裡 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 我對自己有信心 我不會活得很快樂的 你不相信我嗎 那我有什麼辦法呢 反正天亮以後 我就離開這裡 從此以後 我們兩個變成陌生人 文華 你要幹什麼 我走了 你要上哪去啊文華 文華 你 文華 你的衣服啊 不要了 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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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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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班的房子有些工作,我叫她做的好事。 又有個房子,是肯定是肯定的。 不然這樣,哪個屁股都賺得了。 感谢观看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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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了 妈想到你的病好了 妈高兴的哭 妈 我刚打电话到张老师那儿找你 她说你九点多就走了 现在都已经迟一点半多了 我才坐了一会儿 怎么会这么晚了 哦 妈自己都不清楚在这里坐了多久了是不是 那妈可要注意了 可不要弄得像我一样 精神恍惚起来 那就麻烦了 妈 不停 只要你没问题 妈就不用操心 妈去张老师那边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啊 应该在那边多做做 多聊聊的啊 妈去那儿不是找张老师 我去找他的房东阿春 去找阿春姐干嘛 前一阵子你不是住院吗 妈太紧张了 张老师在医院陪我安慰我 我就是把阿春她誤會 所以我當面去跟她解釋一下 媽 我想問妳一個問題 妳要老實告訴我 不可以騙我 什麼事情 如果張老師 她現在身邊沒有阿春姐 那妳和張老師 會不會舊情復燃 甚至 跟她結婚 媽 我說的對不對 妳的問題不得太赤裸了 太露骨了 有什麼關係嗎 我的什麼事情 還不是都告訴媽了 而且媽以前 跟張老師這樣練過 我早就知道了 感情的事情 也會隨著時間 和環境的改變 有所改變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妳現在提她幹嘛呢 這麼說 媽是完全不可能跟張老師附和 當然不可能 為什麼 妳沒有為什麼 感情這樣東西 她來的時候 妳擋不住 她走的時候 妳也留不住 說穿了 感情是個很脆弱的東西 多半是經不起時間 和環境的考驗吧 那妳現在對張老師 一點那種曾經愛過的感覺 都沒有了嗎 很淡 很淡 可以說 什麼都沒有了 妳們是用外公的阻撓 而不能結合 這對妳們醫生來講 都永遠是一個傷痕 一個痛 一個遺憾 難道 在妳們有生之年 會一點也不想來補償這個遺憾嗎 我們不要再談這個問題了好不好 是不是 我剛剛的問題很難答覆啊 我看得出來 是媽在逃避 媽還是愛著張老師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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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張老師身邊沒有阿春姐 媽一定會嫁給她 不會 不會的 妳今天是怎麼了 媽到她那去 只是去看看阿春 她有沒有誤會 是不是生氣了 妳就... 那好 媽以後永遠再也不到張老師那去 行了吧 媽 媽 對不起啊 這十幾年來 媽一直都是把妖感挺得直直的過日子 雖然妳沒爸爸 但是媽從來沒缺妳什麼 少妳什麼 就算日子再過 媽總會想辦法挺過去 妳為什麼總是拿這件事情來逼我 妳非要把妳媽逼得狼狽不堪是不是呢 媽 我以後再也不會提這件事情了 其實 我也是好意 希望媽年紀大了 有個半 不要孤孤單單一輩子 媽 有妳 怎麼會不孤孤單單呢 世人長大了 想要飛了 嫌媽管妳管得緊 想把媽給甩了是不是 媽 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我發誓 我要是有這個意思 天打雷劈 不許發毒誓 到妳該離開的時候 媽會讓妳走 絕不留妳 只是妳現在還小 很多想法都很幼稚 還需要媽的保護跟照顧 妳知不知道 媽 我知道了 等妳大學畢業以後 也該懂事了 媽就不管妳了 好 啊 啊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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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哭 哭哭 哭哭 哭哭哭 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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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我來的時候 小芬正要出去看五月場店 所以我在這兒等你 是不是我店裡有什麼問題 你要單獨跟我談啊 不,你的店做得很好 我來找你,純粹是想跟你談談公事以外的問題 今天是你生日,所以我帶了一樣東西給你 你不打開看看嗎? 顧太太怎麼知道我生日啊 你是公司的店長,你有檔案資料擺在公司裡 哦,對對對 你的業績很好,所以呢,我應該要鼓勵你一點小禮物 一點小意思 我對每天都在彈簸 你也幫我找到公司裡 我找到公司裡,你也沒有人 我只是想吹完 我只能幫我找到公司裡 我只能吹個大小禮物 我只是想去做公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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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管理秘訣 要記住,要事業成功,要代言 這一點會要學習 我還想跟你談一件事情 就是關於你跟你花蓮男朋友的戀愛問題 本來呢,我是無權過問公司員工這方面的事 可是,從你過去告訴我的那些事情 還有張老師告訴我的 你們交往的情形 也見過男孩子的媽媽 我覺得你不必像過去一樣 對他們母子一味的遷就 一味的讓步,一味的妥協 這種愛太苦了 我在沒有錢,沒有事業以前 我在感情的掙扎 也跟你一樣,肢帶放得再低 你還是給人欺負 差點連命運都可以進去 後來我深受教訓 軍人指定 我終於清醒了 不再做少了 我一心一意 開始做事 當你投入事業 你會發現 比什麼戀愛都更加為幸福 成功的滋味 比任何戀愛的滋味 都要充實幾百倍 一個金牌 你會發現 你自己得到 你會發現 你自己的身體 有一點 在你自己能夠 賺錢 讓自己獨立 自己的身體 打起來 這比什麼都有意思 讓你適應我的基礎以後 再重新開始 找一個喜歡的人 對等公平的愛 一點也不要委屈自己 好了,你也忙一天了 我不多再用你的時間 你好好休息,我走了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主强, 你怎麼了? 主强, 主强, 教官 高主强, 你怎麼了? 要不要緊 謝謝教官, 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我扶你到一南的地方坐下來休息 走 你們趕快把圖宗義扶到旁邊休息一下 圖宗, 你的身體太虛弱了 早上一大早要送報, 白天要上課 晚上還要到工廠上班 明天平均睡幾個小時 鐵打的身體也受不了 我本來打算這學期 不到學校上學 改到工廠上日班 這樣會多賺些錢 早上就不用送報了 可是我一想到張老師 不知道怎麼開口跟他講才好 只好咬著牙, 撐下來 冷, 是寂寞, 還是傷心 苦, 是殘忍, 還是迷惑 如果說, 偶然的邪鉤 是你我, 愛的墮落 如果說, 偶然的邪鉤 是你我, 愛的墮落 在風中, 那和我的寂寞 在風中, 那和我的寂寞 在宇宙, 起訴你的哀愁 那一年, 我們曾經擁有 如今, 卻又失落 如今, 卻又失落 啊, 哭, 哭, 哭 不要讓情緒流走 不要讓愛情沉默 不要一直相見 一直錯